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就喊了一声 哎呦 快来啊 西屋起火喽 这四合院里边的居民一听 赶紧的都跑出房门了 现在啊 大伙一般都是独门独户的住啊 但是在过去这种老四合院里 基本上是几家人住在一个院里 所以为什么过去有句老话 远亲不如近邻呢 这西屋里边啊 住的是一对母女 这母亲呢 岁数也不大 女儿呢 只有三岁多 这街里街坊 到了院里这么一看 西屋啊 那大门紧闭 那黑烟顺着那门缝可就钻出来了 有一个小伙子一看 情况紧急啊 也顾不上别的了 狂撑一下子 一脚把门就给踹开了 随后就冲进屋里了 住东屋的呢 是一姓李的阿姨 这李阿姨呢 紧跟着也冲了进去 这李阿姨一进去 嗷喽就一声惨叫 赶紧的又退了两步 筐撑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 到底这李阿姨看见什么了 怎么被吓成这样啊 进去之后啊 只见这西屋 靠南边的那个角落里边 摆放着一个沙发 有一个小孩在这沙发上躺着 但是已经被火烧成黑漆漆的一团了 就剩下一条小腿搭了在地上 火呀 已经灭了 但是烟呢 还在呼呼的往外冒着 一看这双小脚 大伙认出来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小脚上啊 穿着一双小红皮鞋 街里街坊的 总能见着住西屋的这孩子 穿着这小红皮鞋在院子里边玩 大伙一看 哎呀 这是小男呐 再看沙发左前面 这小男的母亲就在那站着呢 头发呀 是披散下来的 脸上一点鞋色也没有 乍看上去就跟过去日本拍的那恐怖片 那真子形象似的啊 他这手里边呢 还拎着一个小号的汽油桶呢 邻居们一看 石惠 你疯了 这摆明了 就是这石惠放的火 把自己的女儿给烧死的 这时候啊 这个叫石惠的女人说 是我放的火 你们抓我吧 去叫警察呀 说完了 一边喊着 一边可就冲出屋子了 一出去哭通一下子 就摔倒在院子里了 邻居赶紧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 把石惠就逮捕了 这石惠啊 在济南一家医院 做助产师 据这邻居们说 这石惠为人挺好 挺活泼 挺开朗 这么一个人 但是这石惠呢 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1990年春天的时候 也不知道为什么 石惠啊 跟丈夫就离了婚了 邻居们就感觉 自打离了婚 石惠整个人性格就变了 变得开始沉闷起来了 有时候啊 为一点小事 也跟人产生争执 也得发顿脾气 案发前一个月 女儿小男 才从上海 回到了济南石惠旁边来 随后啊 警方就抓紧调查呗 对石惠呢 也进行了精神情况鉴定 看是不是精神病发作期间 做的这案子呀 但是经过济南市 三家权威机构的鉴定 结论都一样 这石惠啊 精神完全正常 警方呢 提审石惠提审了好几回 每一次这石惠 都是蒙着脸 在那哇哇的哭 可是一句话也不说 什么也不交代 就在为难的时候 大家呀 发现了一封 石惠家人写过来的家信 这信呢 是石惠的母亲写的 惠尔 妈 怕是不行了 也许 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 没能帮你把小男带大 妈觉得 对不住你 孩子 你爸死后留下的那笔抚恤金 妈没舍得动 你带着孩子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 妈这儿 只有这五千块钱 留下给你 会有用场的 小男从小在我这儿生活 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 可要带好他 孩子 别灰心 振作起来 一切都会好的 妈妈在另一个世界 也会为你祝福的 这信 的确是石惠的母亲写来的 石惠的母亲呢 姓谢 是上海某医院的退休医师 在这封信里边啊 还有上海那家医院的证明呢 我愿退休医师 谢某某同志 于1991年5月18日 病故 拿到这封信之后 警方呢 再次提审石惠 把这封信 就交给他了 石惠看着这信 眼泪啊 巴达巴达的往下掉着 从他的表情 神态 能看得出来 他的内心 无比的悲痛 等他情绪 稍微稳定了一点 警方呢 还是得 就调重谈呢 得重新问回老问题呀 你为什么要放那把火 为什么要烧死自己的女儿 这一回啊 石惠扬起脸来 擦了一下眼泪 他说 我说 请你们相信 我说的都是真的 石惠有一段供述 是这么说的 我承认 对待生活 我是不严肃的 当然 这样说 未免太宽容了自己 在你们的眼里 啊不 在我心里 也这么认为 我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 可怜的孩子 是让他的妈妈害死的 妈妈 这是个高尚的称谓 而我根本不配得到他 现在我只希望政府 能早日判处我死刑 以解脱我心灵上的痛苦 同时我希望政府能追究他 也就是我的丈夫 那个伪君子的责任 是他 害得我 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和他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具体说 是在一起等车的时候认识的 他仪表堂堂 谈吐不凡 很快 就博得了我的好感 他没有父母 孤零零一个人在大学读书 而我呢 刚参加工作不久 在济南也是举目无亲的 共同的命运 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 每当到了星期天 我们就待在一起 谈天 漫步 就在认识一个月之后 我把女人最宝贵的真结 献给了他 以后不到半年 他就毕业了 分配在研究所工作 随后我们成了家 有了小男 我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 还有什么奢求呢 有这样一个家就足够了 可是很快 我觉出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待我 过去的温情默默不见了 动不动就是训斥 而且经常整夜不回家 有一次 我为他洗衣服 竟然从他的口袋里 发现了一封情书 对方是他在大学时的 一个同学 我是那样真诚地爱着他 可他却背着我 我大闹了一场 他却说 有个把情人 算不得什么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气得都要发疯了 最后他狠狠地说 要么就离婚 他可以要孩子 哪有那么容易 一气之下 我把才一岁的小楠 送到姥姥家 一来是为了惩罚他 尽管他在外面 沾花惹草 可见不到小楠 他也想得发慌 再者 我还有我的计划 我要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现在想想 这是幼稚可笑的 但我当时觉得 这是唯一的报复手段 我开始胡乱地交男朋友 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 到了星期天 就和男朋友出去看电影 逛公园 有时候 我还有意地带男朋友回家 当面地气他 他居然一点不恼怒 只是对我的所作所为 抱之一笑 过了没多久 他悄悄地 去法院起诉离婚 这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官司 拖了将近一年 终于我们分手了 想不到离婚 不到两个月 他又当了新郎 从此我变了 变成了另一个人 去年年底 听别人说 他准备到国外留学去 我心里复仇的火焰 又燃烧起来了 别人好言相劝 我听不进去了 我怎么也抑制不住 自己的感情 什么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都不再想了 一门心思就是报复 刚巧我有个远方亲戚 在他要去的那个国家定居了 于是我申请出国探亲 我想学着一部外国电影里那样 那个女人 她就是那样做的 我跟着她 处处跟她作对 我不能便宜了她 人们不是常说 女人是软弱的吗 不 我要当生活中的强者 可能是我的想法 过于天真了 连续三次申请 都被有关部门退了回来 就在这时候 我母亲病重 只好托人 把小男友送了回来 三年了 孩子不在我身边 我差点都认不出他了 一回来 他就哭闹着要去找爸爸 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的愤怒 从心里 就燃烧起来 生活对于我来说 已经彻底失去了吸引力 于是孩子 成了我报复这一切的对象 我用绳子捆住小男的时候 他还睁大眼睛 问我 妈妈 这是干什么呀 我告诉他 吃药 小男乖乖地吃下了安眠药 他还说呢 妈妈 吃药我不哭 明天我一定乖乖地上幼儿园 明天 孩子一会儿 就睡熟了 我 我就 就是你们看到的那样子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呀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 可现在 即使石惠 有再多的忏悔 也无济于事了 最终 石惠应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石惠 在行刑前 验明正身之前 还在看守所里面 不停地 在哼着两句歌 到底是什么歌 别人也听不出来 就只能听出来 妈妈 看看我吧 妈妈 看看我吧 来来回回 就这么几句词 不知道 她是在怀念 自己病故的妈妈 还是 在对女儿忏悔 行了 这个让人很感慨的案子 就为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再次